好了 随着主裁判王哲立声哨响 中超联赛第九轮 扇斗主能泰山 主场对任河南建议的比赛 现在开始 这次一卧处在了最前头 面对李松义 把球交给了尹鸿博 尹鸿博直接推射 球应该是从王大雷的双腿间 进了球门一比零 河南建议队客场领先 就是这脚下动作眼花缭乱 也让李松义这么一个年轻的中卫 确实是刚才在判断上出现了问题 塔尔特里直接打 漂亮 他的中高手球 他加盟鲁腾之后的第一个进球 一分一比一 我们刚说建议人强很高 但就是这么一个高大的人强 还是挡不住这个任意球的弧线 塔尔特利用这种方式收获了自己的主能第一球 相当漂亮 以沃又一次长传发动进攻 我们看到进区内帕迪尼奥把球停好 横传门前 又一次击中力助 我们看刚才建议队第二次击中力助这一次 当时帕迪尼奥挺好球 把球准确地推送到门前 杨旭这次拿球没有处理好 建议队又有反击机会 这次没有越位 塔尼尼奥带林手上是不是有动作 这是足以吃牌的动作 看来王哲要把带林罚下了 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红牌 如果他手上没动作的话 根本是挡不住帕迪尼奥的单刀球 戴林看了眼助理裁判之后 无奈地冲向帕迪尼奥 然后伸出了左臂 看看这次任意球是尹鸿博打 还是帕迪尼奥打 尹鸿博 又一次力助 这个球门真是斜了 王大蕾向球门也是 应该是轻轻地稳了一下 这也是这一侧的力助 还有 一直没有被继续 还在继续突破 阿罗伊西奥 杨旭 阿罗伊西奥赛季第八球 看这一次 阿罗伊西奥等了一下塔尔德利 这塔尔德利开始往外跑 其他人都以为阿罗伊西奥将继续分边的时候 阿罗伊西奥起脚射门 王大蕾出击 没机会了 这样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山东的能胎山通过羽战 2比1 艰难战胜河南建业 收获了本赛季联赛主场的第四场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